那招办人郭台铭正在进行美国科技经济开拓之旅 在美西时间4月2号重回玉山科技协会 郭台铭也分享与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院长交流时 得知AI投入CHAP GPT-4的训练之后 对于癌症判断的准确率可以超过90% 令他感到十分吃惊 他也期待AI在未来的医学领域中 有更多的发挥与贡献 另外这场活动也邀请到了贾博斯的儿子 双方互动热络 郭台铭称赞贾博斯不只是英雄 更是伟大的英雄 也是温暖的太阳照亮了全世界 郭台铭也经常思考贾博斯所说过的每一句话 如果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 那你想要做些什么 郭台铭用永远再学习向他致敬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